农业扩张是指农业用地、耕地、草地等的成长 特别是在20世纪和21世纪 农业扩张通常被解释为人口持续增长 导致全球粮食和能源需求增加的直接结果 两者均归因于农业扩张本身 而全球人口估计为10至11十亿到本世纪末 农业扩张的一些负面影响包括 1.生物多样性丧失 农业扩张常导致森林砍伐和森林破碎化 进而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 2.自然资源枯竭 农业扩张会导致水、土壤和化肥等自然资源的枯竭 3.温室气体排放增加 由于机械和化学肥料使用化石燃料 农业扩张可能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增加 农业扩张的正面影响包括 1.粮食产量增加 农业扩张导致粮食产量增加 有助于缓解世界许多地区的饥饿和营养不良 2.增加就业机会 农业扩张导致就业机会增加 特别是在开发中国家 3.经济成长加速 农业扩张导致经济成长加快 特别是在开发中国家 如何使农业扩张更永续 透过实施以下措施 可以使农业扩张更加永续 1.实施永续农业实践 永续农业实践包括使用有机肥料 轮作和病虫害综合治理 这些做法有助于减少化学肥料 杀虫剂和除草剂的使用 这些都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与农业扩张相关的一些挑战包括 1.生物多样性丧失 由于自然栖息地转变为农田 农业扩张可能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 这可能导致病危物种灭绝 以及受粉和害虫防治等生态系统服务的丧失 2.森林砍伐 农业扩张可能导致森林砍伐 对环境和气候产生负面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